歡迎收看台式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收看小帶您關心到的是 國內虛領實境公司愛實境 以打造VR展監文明 但是呢 創辦人之一的張信前技術長 在今年卻傳出了 竊取前公司的機密之後跳槽 現在遭到錢東加指控 推出的VR相關產品 都是入侵員公司資料庫 竊取城市碼頭來的 導致了前公司研發業務損失超過 4.6億元 獨家技術 不提高檔精品品牌 設計虛擬VR展監 消費者只要在家打開手機 就可以逛街 萬萬沒想到研發已久的心血 竟然遭自家前創辦人牽取 直到飯嫌目前就職的 另一間虛擬實境開發公司 當場查獲是按電腦筆電 打開硬碟發現 裡面全是前公司偷來的 相關技術程式碼 其實早在今年3月 張信前技術長準備從愛實境離職前 就開始盜取公司內部技術機密 甚至侵入會員資料庫 將相關技術複製貼上 套用到新公司 遭切的愛實境 在6月發現 對方官網VR實境技術 跟他們雷同 發覺不對勁後 報警提告 但損失已經造成出估4億6320萬元 對延緩投資確實是對我們造成 在過去這段時間比較嚴重的影響 技術的獨家性是我們這樣的公司 最大的一個價值 但市場有噪音說它也有的時候 但確實是造成比較大影響 私自架設後門帳號 盜用原告公司程式碼 並侵入資料庫竊取資源 以提供新公司使用 警方最後帶回張信等4人 全案將依違反刑法妨害電腦使用 入座全法營業秘密法 移送台北地方檢查署 借台北綜合報道